60年代的流行歌手斯科特·麦肯奇在歌里说 如果要去旧金山,记得要在头上带几朵花 但是40年之后的这么一群人 他们带的不是象征和平的花朵 而是 女士们先生们 造型独特的电话车来自遥远的麻塞珠塞州 为您捎来东海岸的风景 从1997年开始 旧金山艺术车游行 每年在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 造型刻意地改装车 为旧金山的街道增添豐富的色彩 主办人范罗认为今年的游行的格外有利益 今年参加游行的艺术车不如网人多 来自外地的车也减少了 这不但因为开车的成本太高了 也因为今年充满了动荡 比如经济选举等等 这真是很戏剧化的一年 所以我们尽量玩得开心 让人们能够从混乱的局势中放松一些 轻松的气氛也能从混乱的政治局势中 营造出来 艺术车游行举办的地点是旧金山近郊的伯克利 在这个极端自由的社区里 民主党显然占尽优势 我比较喜欢奥巴马 如果不投给他 我们未来恐怕就没有什么投票的机会了 我想啊 另外一个阵营的人 必须要非常有勇气 才会来这 麦凯恩的支持者 没办法得到什么支持 除了政治之外 艺术车标榜的 当然是天马行风的创意 我喜欢那辆粉红色的雪佛兰 蜗牛车也很棒 我喜欢喷气蜗牛车 我觉得那很酷 机械设计也非常好 电话车很酷 蜗牛车也很棒 看来我们随机抽样的结果显示 蜗牛车最受欢迎 我太太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在沙漠里 开着一个蜗牛造型的汽车 所以她逼着我做一辆鸭 电话车可能排名第二 这是1975年的福斯汽车 铝合金车身 挡风板是玻璃 雪佛兰跑车轮胎 时速可达每小时82英里 这辆车随时都可以上高速公路 不过下雨的时候就麻烦了 因为挡风玻璃上没有雨刷 不是所有的车都像电话车 这么造型精美 艺术车游行的目的是在鼓励大家的参与 讲究一点的 你可以用冰纷的彩玻璃 车上总共镶嵌了1万颗彩色玻璃 这是辆金龟车 所以我用彩色玻璃 让它看起来金光闪闪的 就像真的金龟子一样 你不觉得这是个绝妙的想法吗 便宜的原子笔 也可以成功地吸引观众的目光 这是1981年的奔驰 我在车上贴了1万只笔 我称这部车为笔驰 我总是在收集笔 对象包括旧货店 学校 甚至其他的州 我有一个电脑网站 人们经常会寄笔给我 说真的 参加游行的车辆 并不是各个做工精细 美轮美奂 但是如果要观众选出最难看的车 他们选的还是 最蠢的车 就是那个 我讨厌那些乡型车 它们实在太蠢 耗费油也太多 我不敢相信 现在还有人在开这种车 而这样的感觉 竟然和对自己的艺术车 引以为傲的范锣 勿谋而合 开艺术车真的会上瘾 如果我开普通的汽车 我会感觉不过 因为路上都没有人 对我微笑或者向我微笑 美国华筒记者莫甘生 王一如旧金山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